由于工作太忙呢 黄晓明 Angela Baby这对准心人 意外没有加入七夕秀恩爱大军 不过别急啊 七夕前一天 Angela Baby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教主对自己是既大方又迁就 虐酷单身汪 Baby你又赢了 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就回想到我自己的过去 晚期好认真 和电影中的女主角何静一样 Angela Baby小时候 也有一个像妮妮饰演的 玛丽那样性格强势的朋友 因此晚期好认真患者 Angela Baby只能事事迁就别人 长大了 Baby遇到了霸道总裁黄晓明 软弱小媳妇的人物设定 说多了都是泪啊 生活中啊 就是什么都得她说了算啊 然后 你能说是吧 不是吗 其实事实正好相反 自从遇上黄晓明 Baby摇身一变 成了霸道总裁 捧在手心的小公主 教主不仅开启了 只要Baby喜欢 再会我也送的兔豪模式 而且借助华裔股东的身份 帮助Baby事业更上一层楼 甚至此次婚礼举办地 她也贴心地盯在了 Baby的家乡上海举办 为此 Baby也坦言 自己的好人症已经好多了 眼看教主 与霸道总裁的设定 渐行渐远 反问Baby 事业全面开花的同时 还做起了投资 盲称女强女美 就连结婚 也被调侃称是 忙易偷闲办大事 没有办法呀 现在年轻不努力 老大涂伤倍呀 虽然充劲十足 但安装了Baby去表示 金曲芯不等于争强好胜 自己快乐才最重要 其实撇开所有的东西不管 就光是觉得自己快乐 就很不容易 幸运了在线线才报答